说到垫脚,很多人都说它是芭蕾舞中的一个特有动作 但其实垫脚还是一种重要的养生方式 那坚持这种锻炼的人最后怎么样了呢? 原来他们的身上都发生了大变化 很多人看后都直呼,可惜 所以这个垫脚究竟有着怎样的作用呢? 1.一次垫脚可锻炼腿部八处肌肉 垫脚肩虽然整体运动幅度不大 但动作过程中需要调动的肌肉数量却不少 人做垫脚动作时主要动用的是小腿肌肉 包括肥肠肌、比目鱼肌、直肌、肥骨肠肌、肥骨短肌、颈骨后肌 尺肠趋肌、母肠趋肌等 其中肥肠肌、比目鱼肌是最重要的两处肌肉 从功能上来说 比目鱼肌负责平衡 肥肠肌负责爆发力 肥肠肌和比目鱼肌共同组成根件 肥肠肌强大 短跑、蹦跳时产生的爆发力就大 比目鱼肌强大 人站立、行走、慢跑时的耐受力也会更高 长期进行垫脚运动 有助于提高人腿部的力量 增强身体的平衡能力 令走路变得更安稳 尤其适合儿童、中老年人练习 二、垫脚是个不错的有氧运动 第一、垫脚不仅有益于人的心血管健康 还能锻炼小腿肌肉和脚踝 防止静脉曲张 增强踝关节的稳定性 第二、垫脚运动还可以活动四肢和头脑 消除长时间用脑集中 即突然站立而眼前发黑、头脑发晕的毛病 第三、最重要的是它可以避免损伤膝盖 这对于很多膝盖关节不是很好的老年人来说 是个不错的锻炼方法 虽然垫脚如此简单 但它可能会对身体带来不少好处的 三、每天垫脚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垫脚除了有最直接帮助人增强腿力外 还有以下这些益处 一、保护心脏 人垫起脚尖时 小腿肌肉会进行收缩运动 肌肉收缩时产生的压力 会挤压到腿部静脉血管 导致血液回流 有数据显示 人每垫脚一次 小腿肌肉收缩时挤出的血量 相当于心脏跳动一下时 一侧心势射出的血量 人在连续做垫脚运动时 其心率可以保持在每分钟150次左右 快速流动的血液 可为心肌提供足够氧气 有利于保护心脏 预防各种心血管疾病 二、缓解疼痛 很多现在上班族都有腰疼 关节疼痛的小毛病 细胸原因都是因为久坐 缺少运动导致人体血液流通不畅 肌肉萎缩 垫脚运动可以疏通足底 足根周围的血液 使局部经络更加通畅 起到缓解足根疼痛的作用 一般来说 轻度腰痛 坚持垫脚一个月 能看到效果 重度腰痛 坚持半年左右 也能有明显改善 但是注意的是 垫脚锻炼切记时段时序 坚持每天做才会有效果 三、预防痔疮 久坐容易患痔疮 在做垫脚动作时 通过收缩提缸的动作 可以促进肛门扩约肌的收缩 使周围的血液得以循环改善 四、运动全身健美腿部 垫脚尖可以增强四肢活动量 能让紧绷的小腿受到刺激 并且慢慢地消耗脂肪 长期下去会消除疲劳 并且能增强小腿的弹性 能加快消除脂肪的效果 五、消除供血不足造成暂时性头晕毛病 经常垫脚可以消除长时间用脑高度集中 突然站立而发生眼前发黑 头脑发晕的 大脑供血不足的疾病 有利于自身健康保护 六、增强肾脏抵抗力 垫脚尖对人铁还是很友好的 这个动作不会像其他运动多多少少 对某些部位关节有影响 大家都知道 足部有比较多的穴位 垫脚尖是可以刺激一下足部的穴位 就比如在脚底的咏泉穴 若是平时能够经常按摩一下 其实是能够促进肾脏的健康的 垫脚尖也是有同样的道理 它也是可以一肾补气 有着保健作用 让人处于精神的状态 增强自身体质的好方法 那怎样才能锻炼垫脚呢 不妨看看下面的方法吧 四、垫脚具体锻炼方法 垫脚运动简单 且不受场地、时间和器械限制 日常生活中 人无论处于何种姿势都能做 一、垫脚跟 保持身体力正的姿势 两脚并拢 双手放在身体两侧 然后慢慢垫起脚尖 用脚趾紧紧抓住地面 然后将重心从脚尖落到前脚掌 放松身体 最后做自由落体运动 让脚跟轻创地面 引发柔和和震荡 沿两腿上 传到上半身 当颠过几次后 就会感觉全身舒畅 回味无穷 二、垫脚间走路 每次走三十到五十步 稍稍休息一下 然后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再重复几组 速度以感觉舒适轻松为宜 初始练习者可扶墙 练熟后就不用借助外物了 三、坐姿电脚尖 膝盖与大腿保持水平 可将两个矿泉水平或宠物放在大腿上 进行负重练习 每次电脚尖三十到五十次 速度可自我调节 四、平躺勾脚尖 卧床休息时 两腿并拢伸直 将脚尖一勾一放 可两脚一起做 也可进行单脚练习 如果感觉小腿不舒服 就停下来休息 每次做二十到三十次 速度也是自我调节 电脚根要循序渐进 千万不要用力过猛 否则容易导致足根疼痛 如果导致了疼痛 不用担心 休息几天 用热水泡泡脚 很快就没事了 无独有偶 据说电脚还可以 三缓解三预防 三缓解 缓解腰疼 中医有一句老话叫做 通则不痛 痛则不通 由于风寒失邪 刻入膀胱筋 就会引起气血运行不周全 电脚来能够刺激膀胱筋 开通精气 治疗腰痛 缓解颈椎 颈椎后头等部位 则位于太阳膀胱筋的 巡行部位 当你电脚尖 带动全身的力量 来完成这个动作 则能够缓解颈椎病 后头痛等慢性疾病 缓解肾亏 人的肾经与足三阴经 有着密切的联系 电脚运动能够不经意地刺激 肾经 促进肾脏功能的代谢 三 预防 预防中风 中医认为 凡中风皆是真阳衰损的 阴胜阳虚症候 刺激脚跟和脚尖 就能够刺激脑 脑部气血 畅通运行 从而下行 归于足底而排除体内 此外 如果有中风先兆 经过临床观察 垫脚跟和垫脚尖 也是一个极其有效的治疗手段 预防高血压 垫起脚尖的时候 能够让双侧小腿后部的肌肉得到锻炼 每次收缩时 挤压出双脚的血液量 在下肢血液顺畅流通的同时 带来更多的能量消耗 而且 垫脚运动还可以活动四肢和头脑 消除长时间 脑脊中以及久坐后 突然站立的不适 这便能有效的预防高血压 预防衰老 中医静脉学认为 肾经 脾经 肝经 足三阴阳气一足 一通 阳气于上 就可以让更多的气血上达 上半身 垫脚跟可以潜阳 对于由于虚火上浮 而引起的气色憔悴 身心不知等衰老 鲜兆 情况 都有明显的预防效果 总的来说 垫脚尖是一种很好的运动 如果大家每天坚持垫脚尖的话 那么一段时间后身体就会有上面的几个好处 而大家在垫脚尖的时候也要注意上面的几点 最好按照正确的方法去做 我阿姨很喜欢运动健身 早在五六年前 她就是这一片区域的广场舞领队 自从担任领队以后 不管是寒冬夏日 她都风雨无阻地坚持锻炼 周围的朋友也纷纷称赞她有运动的毅力 但是就在一次广场舞示范活动结束后 她突然感到重心不稳 一下子摔倒在地 导致双腿肿胀疼痛 事后经过医生的检查 发现这是幼妻前交叉韧带撕裂引起的 但是索性撕裂的情况不是很严重 经过了三个多月的休养和治疗 刘阿姨总算能够站起来了 医生在出院的时候也提醒她 以后不要再进行比较激烈的运动了 方指韧带二次撕裂 刘阿姨一时间感到不能接受 难道以后就只能躺在家里发呆吗 医生看出了她的担忧后 推荐其每晚睡前做十分钟垫脚运动 既能强身健体 也不会对身体造成过重的负担 每晚垫脚 身体会发生哪些奇妙的变化 一 垫脚对身体的好处 一 双腿变得更加灵活 由于每晚都要进行十分钟的垫脚活动 刘阿姨感到自己的双腿明显更有活力 也更加有力量了 这都是因为人在垫脚的时候主要会锻炼双脚和腿部的肌肉 这些肌肉都是老了以后受损较为严重的部位 通过垫脚时候的锻炼能够改善肌肉的健康状况 提升身体的灵活度 每晚坚持垫脚 腿脚自然更加利索 也能够减少运动损伤的概率 二 刺激脚部神经提升免疫力 许多人都有按摩脚底的习惯 在一些公园里 也可以看到老年人走在鹅卵石上的场景 这些都是为了刺激脚底的神经 从而刺激对应的身体器官 而老人在垫脚的时候 同样会刺激前脚掌一侧的神经 从而达到提升体内器官功能的作用 器官变得更加年轻 自然能够提升人体的内分泌系统和代谢系统 从而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三 提升睡眠质量 无论是晚上泡脚还是睡前垫脚 都能够起到促进脚部血液循环的作用 脚底离心脏器官最远 也是血管流淌最缓慢的部位 人在年纪大了以后 心率降低 跳动的力度也有所下降 运输血液的动力也会下降 脚部的血液循环自然也会放缓 而这时候通过垫脚运动 能够促进脚部的血液循环 从而达到改善睡眠质量的目的 特别是对于一些上了岁数的人来说 先垫脚再泡脚 想必效果会更好 相比起户外的健身运动 垫脚需要花费的精力和时间都更加短 即使是工作较为繁忙的人 也能够抽出时间练习 这点对于很多上班族学生等而言 是十分有利的 老年人也可以记一下这些零碎的时间 运动健身也可以划到日常的生活之中 那平时什么时间段垫脚健身是对身体最有益处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这三个时间段最适合垫脚健身 1.平常在走路的时候 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也可以进行垫脚运动 比如在上班或者下班的途中 走到人比较稀少的地方 可以垫脚脚间走路 这样能够有效利用空余时间达到运动健身的目的 但是在走路的时候也要注意自身的承受能力和安全 在垫脚20秒的时间后就要适当的停止 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再继续垫脚走路 这样能够避免超出体力上限 而且在垫脚走路的时候 避免走在潮湿湿滑的地面上 穿平底鞋或者运动鞋 这样能够防止在锻炼的时候摔到受伤 一天坐十足左右就能够起到不错的效果了 但是如果腿骨本身就有骨质疏松 腿骨骨折骨裂等情况的人 不建议用垫脚走路进行锻炼 二早上起床之后20分钟内 早上起床后也是一个不错的时间点 早上喝完一杯白开水后 可以进行十分钟左右的垫脚运动 这时候人体的器官正处于复苏的状态 血液循环比较缓慢 通过垫脚运动能够快速促进身体恢复活力 而且早餐前适当的活动一下也有助于提升胃口 三坐着的时候 人在坐着的时候也可以尝试进行垫脚 这比较适合于经常坐在电脑前的上班族 在坐着的时候将身体略微前倾 然后微微垫起脚尖 将身体的重量压在前脚掌上 也能够起到提神醒脑 强身健体的作用 垫脚跟要循序渐进 千万不要用力过猛 否则易导致足跟疼痛 如果导致了疼痛 不用担心 休息几天 用热水泡泡脚 很快就没事了 另外下棋 打牌 玩电脑或久力不动时 最好一小时左右做一次垫脚运动 可是下肢却也回流顺畅 不至于应做的时间久了 下肢麻木 如今养生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很多地方的广场舞 健身房遍地开花 无不体现出人们对于健康的渴求 但是经济和时间这两个因素 也成为客观上制约运动的两大原因 除了垫脚运动以外 还有两个运动也不怎么占用时间 并且效果也不错 三 零碎时间也能做运动 一 提纲运动 提纲运动也是比较流行的运动 就是通过不断绷紧扩约肌 达到健身的效果 对于防止痔疮 保护前列腺器官都有不错的好处 提纲运动能够促进肛门处的血液循环 从而降低痔疮的出现几率 而且提纲还能够刺激前列腺器官 提升前列腺健康状况 二 卷腹运动 这种运动的好处 与仰卧起坐较为类似 能够起到刺激腹部肌肉 消耗脂肪的作用 但是它的运动量更小 安全性更高 只需要弯下腰伸 保持预下伸呈45度脚即可 特别适合于体力不佳的人健身运动 健康并非一日之功 比起一次性进行大量的运动 或者每周花费一两个小时进行运动 这种用零碎时间进行运动的方式 更能适应如今快节奏的生活方式 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 多做以上几个小动作 好处意想不到 运动健身已经成为了我国 乃至全世界最为关心的话题 特别是中老年人 对于运动的热情格外高涨 但是运动的同时 也要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 如果运动方式不适合自己 反而会危害自己的健康 在我们身边 很多的人都养成了 久做不运动的坏习惯 而且有些人整天以工作忙 没有时间锻炼为借口 根本不愿意外出进行运动 但是如果长时间不运动的话 身体的整体素质会明显的下滑 很容易出现体弱多病的情况 在我们身边 很多人的身体 长期处于亚健康的状态 如果长期不加以锻炼的话 对身体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如果能够每天抽出15分钟 坚持垫脚签走路 对身体的健康是非常有利的 而且这个运动相对来说 非常的简单 不分时间不分地点 只要你有空闲的时间 就可以这样做 用不了多久 你的身体就会收获意外惊喜 四个问题可能悄悄走霉了 一 缓解腿部水肿 在我们身边 很多的人都会存在 久坐不运动的坏习惯 如果长期久坐的话 会影响下肢的血液循环 很容易出现腿部水肿的情况 若能够每天抽出15分钟 坚持垫脚签走路 能够有利于帮助自己腿部的经络 有利于帮助促进血液循环 能够很好地改善腿部水肿的情况 让你的腿部变得更加的舒服和轻松 二 预防和缓解痔疮 在我们身边 可能很多的人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 叫使人久治 痔疮是一种非常尴尬的疾病 很多人患上了痔疮 根本不愿意去治疗 但是如果痔疮不及时治疗的话 很可能会导致病情加重 对身体的健康非常不利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如果每天能够坚持垫脚间走路15分钟 对于预防和缓解痔疮 具有非常好的帮助 在垫脚间走路的过程中 能够有利于帮助促进肛门处肌肉收缩 这样能够有利于帮助直肠静脉的血液出现回流 能够很好地改善痔疮 缓解淤血 对于预防痔疮也具有非常好的帮助 一段时间后 你就会发现痔疮被悄悄走眉了 三 不肾气 如果体内肾气不足的话 整个人可能就会变得没有精神 抵抗力和免疫力也会逐渐的降低 很容易出现体弱多病的情况 若能够每天坚持垫脚间走路15分钟 对于补充肾气具有非常好的帮助 因为在垫脚间走路的过程中 能够有利于帮助刺激腿部的三阴筋 帮助打开腿部的经络 达到补充肾气的目的 有利于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四 保护血管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了不良的作息习惯和饮食习惯 就会影响到身体内的血液循环 很容易出现血管堵塞等各种血管疾病 对身体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每天坚持垫脚间走路15分钟 能够有利于加速体内的血液循环 刺激血管及时排出血液中的毒素和垃圾 能够达到很好的保护血管的目的 让血管一通到底 这个部位折腾得越多 肾就越好 一 揉耳朵法 动作要领 请伸出双手 食指 中指 拇指 揉外耳阔 从上往下两分钟 轻重事宜 以耳部微热为佳 二 拉耳法 动作要领 右手插腰 伸出左手食指 拇指 用力夹住耳间 往上拉五次 夹住耳阔 往外拉五次 夹住耳垂 往下拉五次 每次维持一到两秒 再放松个趾 食而复位 左手插腰 伸出右手食 拇指 用力夹住耳间 往上拉五次 夹住耳阔 往外拉五次 夹住耳垂 往下拉五次 轻重 以个人耐受力为宜 三 摇耳法 动作要领 伸出双手 拇指 食指 捏耳朵中部 顺时针 逆时针 摇耳两分钟 四 迭耳法 动作要领 请伸出双手 将耳朵上下折叠十次 五 点耳法 动作要领 请伸出双手 左右食指分别伸入 左右耳道 转动三下 然后轻压 并快速拔出 重复十次 六 压耳法 动作要领 请伸出双手 双手手掌用力压耳 突然松开 反复十次 七 明天骨 动作要领 请伸出双手 两手心朝后压住耳朵 两手指分别搭在中指上 快速敲打后脑三十次 注意 做耳操时一定要提前修剪指甲 注意动作轻柔 以防损伤耳部胶嫩的软组织和骨膜 按摩耳朵致病痛 一 牙龈肿痛 按耳垂 耳垂相当于面部 当因上火导致牙龈肿痛 或脸上长小疙瘩时 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揉你耳垂 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经常按你耳垂还能美容养颜 二 心脚痛 按下耳窝 经常刺激 而甲腔部位 俗称下耳窝 对循环系统有保健作用 下耳窝相当于胸腔内脏器官 心脚痛时 首先要保持镇定 不要惊慌 立即停止活动 卧床休息 最好抬高上身 然后可对下耳窝进行按压 三 打嗝 按上耳窝 上耳窝即耳甲腔上方的耳甲亭 相当于人的腹腔 按摩此处有助于消化 并有强盛健脾之功 打嗝 中医称为恶逆 多是由于脾胃虚弱 以及暴影暴食 引起胃气伤逆所致 四 失眠 按上下耳窝 失眠 中医称不昧 大多由心 皮 虚弱 及肝气不畅造成 可按揉下耳窝中的心 及其上耳窝中的皮肝穴位 五 四肢疼痛 揉耳轮 耳阔的外周耳轮 相当于躯干四肢 颈肩 腰腿痛 等躯体疼痛患者 以多按压耳轮 耳穴既能治病 又能养生保健 掌握了耳朵 就是抓住了健康 大家一起练起来 赶走病痛 练出健康好身体 血不足就阴虚 阴虚就火旺 火旺就会加快体内脂肪垃圾的代谢 同时也会把一些正常的营养成分给消耗掉 因此 无论碰还是瘦 补气还是补血 最根本的其实是补皮 五招养好脾胃 对于脾胃问题 三分靠至七分靠养 下面 唐唐为大家推荐几个最为简单一行的 养脾胃小方法 养好脾胃 一 长柔腹 腹部是六腹的所在部位 其共同生理功能是饮食的受纳 消化 吸收与排泄 做好腹部保健 可以加强消化系统功能 防止肥胖 高血压等 做法 先搓热双手 然后 双手重叠 置于腹部 用掌心绕其按顺时针方向 由小到大 转磨三十六周 在逆时针方向 由大到小 绕其磨三十六周 有增加胃肠蠕动 力气消质 增强消化功能和防止胃肠疾病等作用 二 吃山药 山药可是个好东西 既保养健康又有美容作用 但山药最好买铁棍山药 刺儿比较多比较硬的 蒸着吃 炒着吃 或者熬粥和都可以 平补脾胃的效果最好 山药与其他自补食物所不同之处在于 它滋而不腻 其他食物自阴多了就湿 湿多了就能化成热 但山药不会 它不热不脏 为平补脾胃的良药 尤其是对五脏气血的 虚损补益效果绝佳 山药常被用来治疗 脾胃虚弱 倦怠无力 食欲不振等症状 三 揉鼻头 每次揉鼻头20分钟左右 能改善胃胀气等症状 四 用沉皮 对于脾胃虚弱的人 最好厨房里常被沉皮 俗话说一两沉皮一两斤 沉皮是一味常用中药 具有礼器 调钟 造湿 化痰等作用 常用于治疗脾胃虚寒等病症 因此 在烹调 浑腥膳食时 适量加入沉皮 既可以借助沉皮的芳香支气 除去肉食的心善气味 增加菜肴的香味 以增进食欲 又可充分发挥沉皮理器合胃 芳香醒皮 去湿化痰的药效 减少痰湿和肥干厚腻 对脾胃的伤害 5 喝四宝 制作方法 莲子肉10克左右 山药要20克 一米仁要30克 嵌食10克左右 加一两把大米熬成粥 早晨吃一碗 晚上还可以再喝一碗 坚持吃四宝粥一个礼拜 基本上就能看到成效 有的要半个月 脾胃慢慢就好起来 除了吃四宝粥以外 还要注意脾胃特别怕冷 怕湿 也怕撑 怕甜 所以说不要着凉 不要吃的太多 不要吃的太甜 潮湿的地方要少去 另外 酒要少喝 辣要少吃 脾胃是健康之本 无论男女老少 都要注重脾胃问题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 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 都能找到唐桃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